余安安面对婚姻选择放下是福 何莉莉恰恰相反 她坚持到底 结果大家都同意何莉莉是真正的赢家 我是一个很懂得体谅人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的性格 因为我懂得体谅人 我活得比较开心很多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爱情 爱情是很多样子 年轻的人分不清楚 甚至是成年人 我真的不清楚 我真的想成交 是的 其实应该来说 真正的爱情是包含很多的 而当你是falling in love 那时候是你的身体里面的化学变化 你和这个异性大家有了一种 有chemistry 你以为那个就是爱情 其实那个是passion 那个是疫情 疫情是会冷却下来的 如果是我相信如果Romea和Julian 如果他们没有信情 难不保他们会后来打架分手 在我们生活里面 真正的爱情是包含了一种尊重 一种谅解 一种胡词 一种欢喜 是很多样东西 这一样东西才会令到你们的感情是永远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情 是你又是不惜一切大家去对方付出的 是没有 好像刚才有些 你老公妈妈喝东西送给你 或者我要送给他 这个不太密质 是微洗眼的地方 是 其实是不需要说这些话 也不需要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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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